狂暴战士牛头梗犬 该犬种起源于19世纪 最初创造牛头梗犬的目的是让它当斗犬所使用 早期牛头梗犬与现在外观方面差距那是非常大的 体型相差了一倍还多 早期的牛头梗犬体重可重达80斤以上 战斗力非常彪悍 在比特犬没有出现之前 被人们称作斗犬之王 但是随着斗犬活动的禁止 牛头梗犬失去用武之地一度濒临灭绝 好在在1938年的时候 一位陆军上校创造出一种小体型的牛头梗犬 也就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种狗 体型不大事实来劲 外观头版更加夸张 刚刚繁育出来就得到了追捧 喜欢他的人那是越来越多 同时性格也不像他祖先那么残暴 都说狗拿耗子多管闲事 牛头梗犬他抓老鼠的本领那是非常强的 曾经有一只牛头梗犬最高纪录 在一个农场里面不到一分钟时间杀死了一千只老鼠 牛头梗犬在国内喂养的人不多 因为他的长相很像一位明星经常被当作表情包使用 醉你的山迷一声 牛头梗犬 afin爹